于今日中午12点20分时 本所首案行务人员发现一艘渔船靠岸过境 恐有割浅情形 随即启动救援机制赶赴现场救援 抵达现场后发现该渔船已割浅于暗季 经联系该船船主表示因风浪过大导致流氓意外而割浅 索性没有造成其他严重意外及游污外线情形 后续由其他渔船前往脱带返回花蓮渔港 本所呼吁 虽然若台风虽然已离开台湾 但天后海上仍然不稳定 提醒出海作业船法 应多加注意航行安全 如民众遇危难状况时 请立即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服务专线 本署将立即提供相关救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